最近美国民运圈发生了这样一个大事件 一位来自中国的25岁女留学生 残忍的杀害了一位著名的六四民运领袖 在她被押解出警察局时 记者问她为什么杀人 后不后悔时 她语出惊人 然而几个月前 这位口中怒骂 你们都是反党叛徒的爱国女孩 却是一位自称在中国遭受迫害 被北京检查强暴 强制关进了精神病院投诉无门 而来到美国申请政治庇护的访民 现实时间 往往比电影的剧情还要波荡起伏 先声明下面的讲述 均来自网络的报道 这位女孩名叫张晓宁 2021年以留学的身份来到美国 不过她并没有去读书 而是走上了海外上访的道路 一位名叫白洁敏的 中国民主人权联盟人士 要求她提供了在北京上访的证据 于是在民运人士的帮助下 2021年9月联合国大会期间 张晓宁在联合国门口 取牌控诉北京警察 对杀实施了强暴 又在老网民的帮助下 找了一位移民律师申请政治庇护 随后她的事件被大纪元媒体报道 至此一切开始都正常 可谁曾想 在2021年11月 张晓宁又四处发文说 她是被胁迫恐吓下 才这么做 因为自己的联合国上访的照片被曝光 给自己造成了不便 要求媒体把报道和照片都撤下来 可是网络时代信息传播的很快 大纪元已经撤了下来 但是网上依然还有其他的转载报道 对他出日反日的表现 另一位中国民主人权联盟人士金秀红 表示觉得他这个人行为很奇怪 怀疑他是不是中共的特务 来倒打一耙 破坏民营组织 准备去移民局举报张晓宁 不过还没等举报 张晓宁就主动打电话道歉 随后张晓宁申请庇护的案子 在移民局召聚 于是他又找到了另一位律师李静景 也就是今天这位被害人 寻求他的帮助 产生了增值 随后发生了血案 听到这里 大家可能都会觉得奇怪 感觉说他如果真的是被警察强暴 又被抓进精神病院 遭到如此的迫害 在国内上访无门 才来到美国 必然会对中国观观相互的体制恨之入骨 可为什么在面对记者 却又高喊身为中国人反党是叛徒 或许大家都会觉得好奇 想看看张晓宁在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根据海外留学网2021年9月的报道 张晓宁在联合国抗议的第二天 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大致讲述了事情经过 2018年张晓宁在北京上大学 从知乎的APP上认识了网友刘某 在经过几次见面后 刘某就强迫要和张晓宁发生关系 遭到拒绝 随后张晓宁还发现刘某其实有家庭 还继续对张晓宁不断的纠缠 于是张晓宁选择报警 报警之后却发现自己无端的成了被审讯的人 无论自己说什么 警察都觉得他在撒谎 警察要他承认对刘某的指控是虚假的 并且还要他承认偷了他的U盘 还说涉嫌了国家机密之类的 于是在2019年 北京警察以为流浪人士提供帮助为由 将张晓宁关进了精神病院 在此期间警察对他实施了性侵 于是张晓宁在2020年10月 向北京朝阳法院提起了诉讼 可法院拒绝立案 而后张晓宁四处投诉无门 在讲述了上述的经历之后 张晓宁对记者表示 一直觉得中国真的是一个法治的国家 可进入社会的第一刻就是 根本没有法律 很多人觉得说张晓宁 即使他在中国的故事是真实的 但是杀害李静静律师的理由 毫无动机也让人觉得匪夷所思 因为他申请庇护失败的前任律师 并不是李静静 而是在失败后 请李静静投诉他的前任移民律师 李静静在不愿意接入他案子的情况下 发生了争执 报警把他赶出了办公室 而李静静还对带走张晓宁的警察表示 希望不要起诉他 说他还年轻 李静静是一位知名的民运人士 他曾经参与过北京六四学生运动 在民运圈的口碑很好 周五发生过上述不愉快的事件之后 周一张晓宁拿着蛋糕 来到李静静的办公室 称是来赔礼道歉 随后却趁机不备 用随身携带两把牛骨刀 将李静静杀害 张晓宁依然冷静了 拿了办公室公用卫生间的钥匙 去洗手间洗掉身上的血迹 对旁边的人说 我杀人了 你们可以报警了 对这样一个如此害人听闻的案件 有不少网友就分析 根据他对记者所说 信中国没有法律 他一定是一个已经觉醒的中国人 难不成在美国的期间 又被微信抖音厉害了 我的国的轰炸之下 被反洗脑了 当然大多数的人都觉得 这种可能性很低 所以网络上更多的人 更愿意相信另一种可能性 根据张晓宁在警局门口 中党爱国的表现 他所谓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故事 很有可能是编造的 因为在美国有不少华人 假借在中国受迫害 寻求政治庇护 甚至有不少人和组织 帮他人编造故事 在美国形成了一个 虚假政治庇护的产业 也早已不是什么新闻 如果张晓宁在中国 被迫害的故事是编造的 一心爱党爱国 内心是一个很红的爱党小粉红 只是为了更好的生活 为了美国绿卡委曲求全 出卖了祖国 而后每天以泪洗面 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懊恼 同时又担心 自己去联合国门口抗议的新闻 被祖国发现 于是中途后悔 希望媒体给删掉 谁曾想网络传播的力量 如此强大 即使删也删不光 背叛了祖国也没了退路 可谁曾想做了如此大的牺牲 出卖了良心 背叛了自己深爱的祖国 最终还遭到美国移民局的拒绝 拿美国绿卡的希望也破灭了 在各种矛盾之下 对一些民运人士产生了强烈的仇恨 觉得说是这些人把自己坑了 满脑子都是懊恼和悔恨 才会在记者的追问下说出 该后悔的都是你们这些叛徒 你们害死了无数学生 因为中共对六四的宣传说辞就是 是美帝利用你们搞革命 结果把你们都害死了 后面说又在美国害了多少学生 指的是他自己现在的处境 可是当他自己在联合国 控诉中共体制的那一刻 他已经成为他自己口中的叛徒了 这显然是一个人格极其分裂 和矛盾的行为 根据白杰明金秀红 这两位人权人士的说法 或许张晓宁是一位中共特工 或者是被利用的人 因为李静静律师曾经帮助过 不少被中国红色通缉的人士 为他们提供法律帮助 帮他们成功留待了美国 因此成为了中共的眼中钉 而张晓宁很有可能 就是中共培养的新一代特工 甚至有网友称他为当代刘胡兰 不了解刘胡兰是谁的 可以去搜索一下 在这里不赘述了 还有网友讽刺的 可悲的是这位爱国英雄 代引号的 在中国国内的媒体 对他的报道 却仅仅停留在杀人行凶上 而他具体所做的事情 却只字未提 总之这个案件中 有太多的不合理 另外张晓宁 他两种立场的忽然大转变 也让人觉得十分讽刺 也有不少人觉得 这种行为非常的符合 大多数的爱党小粉红 嘴上爱党爱国 可但凡在生活上 受到了一丁点的不公的对待 或者为了眼前的一点利益 就会立刻反水 变成了反党 这样的事件也并不少见 就在发布这部影片之前不久 传出了李晶宁律师的朋友 郑存柱先生 公布了一段 和张晓宁之间的对话录音 但不是你的 你不用管这么多 不要管这么多 所以你就把别人的事情 套在自己身上 而且又套得那么不像 我本来也没东西 你让我怎么套得像 对吧 所以啊 所以啊 我到现在为止 我看了你 我看了你那个报道 我看了一些文章 听你讲的这些 我的判断是没有错误的吧 不用你的判断 人人都知道 我没有 我在 人人都知道真相是什么 应该所有人都知道 我说的这些事情 在中国 在北京 确实发生了 对 但是不是发生在你身上 对吧 你用谎言去维权 你用谎言去寻找真相 你用谎言去想让 去想让 让这个叫什么 让美国政府来同情你 不是同情你 但是你自己去申请身份 这是你自己的事情 你凭什么用别人的痛苦 来这个叫什么 来达成你的目的呢 我跟你讲过了 我来美国不是为了身份 那你为了啥 我一点都没有 着急身份的事情啊 那你为了啥 我就是为了想 替这些人申诉啊 哪些人 你这些你这些人 名字说出来了吗 我不能说呀 他们在中国呢 我说出来 他们怎么过 那你这些都是 子虚无有的事情啊 对不对 我觉得都是真实的事情 是我每一个 每一个去采访到的事情 那你这些采访的文章 你这些采访的内容 可以公开啊 都去见了的 我公布出来 那些人还能过呀 嗯嗯 然后呢 然后呢 你是等于口袋里面卖猫啊 对吧 我现在我是看出来了 这个替他们申诉 是没有希望了 你替谁申诉啊 啊 你你说你自己 你他妈说你自己被强奸了 你现在到张着嘴说 是替别人再说事 这些事都不是一个人的事 是所有人的事 你把它套到你自己身上 你了 你跑到美国来申请政治庇护 你还说替别人再申诉 你替谁申诉了 我申请政治庇护 我只是为了获得一个真实的能留在这里 我又不图美国身份 我要是图美国身份 有的是办法拿到 又不用政治庇护 一走还得好几年 你这些的话呢 你骗骗你自己可以 你甭跟我讲这些 你就是老 我就刚回答你刚刚那个问题 你问我老白是不是真的反共 我告诉你 不知道 这是第一 第二 你说他的耳朵是怎么咬掉的 这是你没跟我讲之前 我更不知道 OK 明白吧 所以你说的这个东西 我回答不了你 知道吧 但是呢 我也劝你 人家的事是人家的事 对不对 就像我分析你一样 你那些事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一样 对不对 那你现在又去怀疑老白了 对不对 那跟你有啥关系 可这真的它曾经发生过的呀 那是发生在你身上吗 那发生 不管发生 你回答我是发生在你身上吗 那些人已经疯了 要么自杀了 你让他们怎么说话 这个大家都知道 这个我也知道 那我还知道文革迫害死了几十万人 我还知道六四杀了那么多人 那谁替他们讨公道去呢 那你替他们讨公道 你就可以讲假话吗 我是说的 对 我在中国替他们讨了一年公道 没讨到 然后才说到自己身上 对呀 你说到自己身上 你觉得你是做的是正确的吗 我觉得我 至少我能把那个黑监狱 让它曝光出来 以后他们就不能再抓人 而且能把之前那些受害者 给他们平反了 曝光个屁曝光 别逗了 别逗了 对 把这些人都带出来 别逗了 你连你自己 你自己的未来在哪都不知道呢 还在吗 你自己都在水深火热之中呢 还在吗 把别人带出来 别逗了 对呀 我原本以为来到美国之后 我的事情一下子曝光出来 然后我就可以把这些人的事情都讲出来 对 这个世界上呢 真的事情它讲不了 假的事情它真不了 我就送你这一句话 你甭跟我讲 知道吧 你这么做 我告诉你 死路一条 不单中国人看不起你 美国人同样也会看不起你 我就送你这一句话 你做的事情 你的思想是正确的 哪怕我假设 你想帮助这些人被强奸的也好 被怎么也好 你想帮助这些人是正确的 你这个想法是正确的 但是你采用这样的方式 你靠说假话 你靠欺骗想来帮助他们 第一你帮助不了他们 第二美国人或中国人都看不起你 这就是我告诉你的最终的结论 所以你可以自己去想一想 你接下来该怎么做 你上街头喊口号反共都没错 我觉得你这个东西 你既然反对共产党 我们都痛恨共产党 这个东西的话是没有错误的 但是你可以不用谎言去反共 你可以大声的告诉他们 有很多人这样 在关在监狱里面 关在精神病院里面 他不能报个导出他们的名字 你可以把你真实看到的这些说出来 而不是套到你的身上 这是我能告诉你的话 你要想真正的帮助别人 我当我身上是没有任何得利的 我毁了自己名声 我也没有想为自己得利 是单纯的想替他们讨一个说法 那最后第一说话也讨不到 你也不会有好结果 也帮不到任何人 反而只会适得其反 因为你的欺骗 因为你说在你自己身上 本来是他们身上发生真实的事情 然后就因为全部都套到你的身上 你失去了公信力 大家会认为所有人都在说谎 OK 你这个叫适得其反 知道吧 我没有说谎 这些是真实发生过的 对发生过 但没发生在你身上 是真实发生在我身上的 你接着说 你接着说 证明 法律都判了 我没有诽谤 你为什么非要强调 我在说谎的 我没有说谎 是真实发生过的 我就问你发生在你身上了吗 发生了呀 我也说得很清楚了 就是发生我身上和他们身上都发生了 只不过我现在只是在说我顺便把他们带出来 最后愿死者安息 也希望警方可以尽快的找出真相